评论最早建于1月25日的联合报报道 当时我海基会发函海协会准以包机方式撤离在武汉的上千台名 不过对方迟迟未回应一直到1月28日才由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宣称 武汉台包以或妥善照顾无需台湾包机接回 只是武汉的状况持续恶化 7天后中国政府改口准以包机方式撤离在武汉的台湾人 但坚持必须以中国飞机载运不接受台湾的专机 北京坚持不接受台湾专机 是因为害怕留下撤侨印象 不利于它的政治宣传 没想到一切按北京政府安排后 却发现这架专机的登机名单临时遭到更改 我方权未被知会 简易也不确实 辅下机极有三人发烧 一人确诊 专机的隔离不理想 甚至有旅客在专机高声谈笑 脱下口罩吃食 简直是置机上乘客安危不顾 苏贞昌后来要求 若再有任何一架包机 需要符合弱势优先 简易优先 名单确定及双方政府协商四项条件 包机就这样卡住了 这期间 滞留武汉的台商不断地释出我们要回家的影片 甚至找来小孩拿着中华民国护照喊着要回家 昨天最新的戏码是日前那位接受千里送药的 血友病童妈妈在发出求救讯息 判台湾政府能疾名所及 摒弃其他的因素 让病童母子和近千名台人早日回家 这很显然是在升高对台湾政府施压力道 面对此一局面 台湾人该有几项原则